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星期日下午进行最新疫情说明 卫福部长陈时中宣布台湾新增一名境外移入个案 累计共40例确诊 新的确诊案例 那这个确诊的案例是前两天从日本 钻石公主号 他在钻石公主号的时候被确诊 所以留在日本治疗 那治疗完毕之后 在我们一定的保护情况之下 回到台湾 到台湾之后 还是要到医院做隔离检疫 那经过我们隔离检疫 我们的裁检之后 那有一例是阳性 这名个案是70岁女性 先前在钻石公主号上被确诊 因为被日本医院收治 没赶上包机 在日本当地治疗完毕后 搭击返台 搭击过程全程介护防疫 媒体询问 为什么这名个案在日本治愈二采阴性 反台却验出阳性 这个病毒本身就大家对它的了解 事实上也不足 加上它有一些持续大家有各国的报告 基因的序列都有一些变化 那所以我们在现在医疗的量能 还足够的时候 所以我们大概就采取 现在采取三彩因 才让它出院 另外日本疫情虽然不断升温 不过陈时中表示 日本疫情相对稳定 对于边境上的管制会加强 不过没有提高旅游警示 会持续观察日本疫情 双方往来密切 所以我们也要特别要加强 一个是在边境上 在从日本返国的时候 我们请检疫医师 特别加强 若有症状 那我们就需要到医院去裁检 那对于双方出入团 我们希望加重领队的责任 确实把该团的自主健康管理 要做确实来 另外因应伊朗的疫情急剧升温 我国将伊朗列为第三级旅游警示 周一午夜开始 过去14天 有伊朗旅游时的民众 入境台湾 需要居家检疫14天 新台南亚特电视 胡宗安 黄燕林 台湾特别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